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断地追下去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读小说的时候 又连接到考试的时候 可就不像一般人 就是像很轻松地看小说一样那么地愉悦 因为可能还要抓住一些取分的技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老师来谈一谈的一个主题 那今天这位老师来自柔佛 有24年的执教经验 大古来国民中学的老师 季老师 我们先来一起了解老师的执教背景 来吧 来吧 今天非常高兴 欢迎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季老师 您好 您好 是 金妙之老师 其实在教育界已经有24年的经验了 那现在是大古来国民中学的华文课主任 是的 是 那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小说 小说 好 那在开始讲课之前 我们先请老师跟我一起来消毒双手 好 搓搓手 因为现在就是不管是做节目 还是有任何的录制工作 我们都很讲究这个防疫的标准作业流程 是 疫情太严重了 是 好 我们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先聊一聊好了 老师 其实小说跟故事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这个故事它就只是注重这个情节 然后故事的情节 人物 那么小说它就有这个环境的描写 那么它会比较注重这个描写的部分 那个环境可能很细腻的笔触去 进一步地描写 描述下去 对 对 所以它的这个文学性质就比较高 对 是的 那它就不是注重讲一个像简单的童话故事 只是很简易的情节而已 对 对 它还有艺术上的一个造诣和对别的部分 它这个小说属于这个文学的范畴嘛 故事就是我们平时一般讲故事给小朋友 睡前故事啊 对 童话故事之类的 对 是的 好 那今天老师也带来了六位同学是吗 是的 是 老师这六位同学都是您的班级的同学 还是什么 是 中午的同学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六位同学来自大古来国民中学的有哪些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跟我们举手挥挥手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好 那好 现在我请同学一个一个来自我介绍好不好 因为我手上的这个名单只有同学的英文名 我点英文名 那同学就举手 跟我自我介绍你们的中文名 还有你们来自哪一班好不好 OK 一开始是Esther夫恩信 是哪位啊 Esther是哪位 恩信 有听到吗 听到吗 恩信 是 好 恩信 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古来国中 中午的学生 傅恩信同学 你来自哪一班啊 来自舞B班 舞B班的恩信 好 你好 然后再来是陈燕权 是哪一位啊 燕权 陈燕权同学 好 燕权同学讲两句话 让我知道你的中文名字 让我知道你的中文名字 是你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是陈燕权 我来自大古来国中 哪一班 舞B班 舞B班 那你跟恩信是同班 对 好 再来是D.Kai恩 你说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5A班的郑凯恩 凯恩 5A班 好 然后再来是汪于萱 于萱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黄于萱 我来自大古来国中 我是来自5A班 5A班 好 那还有干兵应 大家好 我叫燕兵应 我来自大古来国中 我来自5C班 5C班 好 最后是B雷 是吗 黄雷同学 是的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来自大古来国中 我叫黄磊 黄磊 黄磊 这是一个中国明星 对 跟他 影帝的那个名字 好 是 是 好 另一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请老师准备一下 好的 好 跟我们聊一聊说 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故事跟小说的不同 可是老师我发现 这个小说有一些 整万字甚至几十万字 有些小说是很短篇 老师怎么去分类它呢 一般我们小说可以分成长篇 长篇有一些就是说十万字以上就属于长篇 那么中篇可能三到五万字 中篇小说 然后还有短篇 短篇通常一万到三万字左右吧 就算是短篇 那么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微型小说 或者也叫小小说 这些就大概就是一两千字吧 一两千字要把一个故事给讲完 对 而且起程转合要讲得精彩 是的 好 那在考试方面 如果是买一下我们的这个SBM的华文试卷里头 这些可能小说也包含在里头对吧 是的 是的 在这个SBM的这个华文试卷里头呢 一般我们会看到这个甲族里头 甲族里头的现代文理解 那么它就有这个占了一百分里头呢 它占了五十分 这五十分里头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比重 其实是非常很重的 是的 那么它的选文 选文的范围呢 就是有小说 然后有继续文 说明文 议论文等等 这些 然后呢 今天老师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小说这一项了 是 好 好 我们看 这个小说呢 基本上呢 有三大要素 同学们之前呢 学过继续文呢 有六大要素 那么小说呢 就有三大要素 我不晓得同学还记得吗 小说的三大要素是指哪 哪三大要素呢 哪位同学 有谁可以讲一讲呢 老师 我来回答 好 来 凯恩 小说的三大要素 包括人物 故事情节和环境 是的 非常好 就是小说呢 可以有这个故事情节 有人物 还有环境的描写 这个就是小说的三大要素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学习小说的时候呢 要学什么重点呢 而考试的时候 有考哪一项呢 这个就是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要求同学呢 在学习小说的时候呢 要把握这个故事的情节 然后再来呢 就是理解人物的这个性格 还有他这个作者呢 怎样去描写这个人物 那么考试的时候呢 就围绕着这一些来问了 我可能呢 就会要求同学呢 分析这个人物的这个形象 或者对有关的人物呢 做出了这个评价 然后再来呢 这个环境的描写 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也需要同学注意的 然后呢 你理解了这个故事情节之后呢 能不能够概括它的主题思想 然后再来呢 就是品味这个语言的特色 还有分析这个作者的写作技巧 甚至呢 要求同学呢 可能要创造 或者是联想 进行个性化的这一个表达 是 因为现在的教学啊 都希望说 学生可以更加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是的 而不是被动地 只是听老师 或者那些教材怎么说 对吧 是的 这个就是高思维的 这一个考题 就是往这一方面了 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 就是希望同学呢 能够掌握小说的这个故事情节 还有这个答题的技巧 再来呢 就是能够分析人物的形象 或者是对这个有关的人物呢 进行这个评价了 是 可是啊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因为我没上过老师的课啊 很好奇 如果说一般上在课堂上啊 老师会用讲故事的方法 就把这课文讲完 然后请同学参与到讨论里头吗 还是怎么样 通常会可能分组吧 就让分组让同学自己去先阅读 先揣摩 到底他讲了些什么 就是让同学自己先去探究 先去理解 是 那今天等一下就广告回来的时候 同学要理解的这一篇小说 是同学 老师已经之前先派给同学去做了一些阅读 有叫同学先预习了 好 那请老师先diss一下 让我们知道说 他可能会讲一些什么故事 接下来的这个小说 这个小小说它是非常 怎么讲呢 有意思的一篇小说 短篇小说 是 读起来会让人十分地震撼的 对 因为意想不到那个结局 意想不到的结果 是的 好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那篇小说 能够在短短的一千多字里头 把那个高潮在结尾的时候 推到一个最极致的点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再跟大家聊聊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华文 因为我觉得华文简单易懂 那么在这个科目里面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文言文 时常因为看不懂而无法作答 为什么报考STM华文是因为我觉得华文是我的母语 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母语 那么在此也祝各位STM考生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我喜欢华文是因为在每一堂华文课中 能让我学习到更多不同的知识 让我收获良多 我会在STM想要报考华文是因为 如果华文身为我的母语 我都不能够把它掌握 这样我要怎样掌握其他的科目呢 在这里我想对STM的考生说 STM大家一起加油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华文 我会喜欢华文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学习华文很有趣 而且我也能学习到更多有关华文的知识 以及更多的作答技巧 我会报考STM华文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学习华文很重要 而且华文是我们的母语 我觉得我有必要把它学习好 以及考好华文 欢迎回来 今天这篇小说是一篇外文小说 那这篇小说跟这个窗口好像有一点关系 我把时间交给老师 请季老师来说明一下 好的 是哪一位外国作家 然后怎么会只写一扇窗呢 是的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篇小说 非常的有趣 就是说他是这个作者叫泰格特 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作家 那么整篇小说的提名就一个字 就是窗 根据这个窗 他就刚才像丽婷所讲的 起承转 他就通过这一扇窗 就把整个故事给带出来了 在篇幅很短里头 然后你读了之后会让你非常的结局 会让你出乎意料之外 所以今天就想要把这一篇小说 带给同学 OK 我们往下看 那么这个小说 读小说就要求同学 找出这个故事的情节 事先已经请同学先预习了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小说的故事情节 有开端 有发展 有高潮 还有这个结局的部分 那么根据这一篇小说 这篇窗开端是在第一段到第三段 那么我就要请同学们讲一讲了 第一段到第三段 它主要的内容主要讲了些什么呢 我们请哪一位同学来讲一讲 老师 我来回答 好 来 黄磊 影帝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黄磊 你说 听到哦 OK 开端讲述的是 两位病人在一个狭窄的病房里 而病房里只有一张门 哎呀 黄磊不见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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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了 你回来了 放心 OK 黄磊有点卡 不好意思 而病房里只有一扇门和一扇窗 靠窗的病人一扇只有两个小时 才能透过窗看见窗外的风景 是的 OK 非常的好 就是 完了是吗 这个就讲了 这个黄磊同学 根据黄磊同学所分析的都非常对 就是说小说呢 他先交代了故事 他所发生的这个地点 就是一家医院的这个病房里头 那么人物呢就有两位 一位靠窗 一位不靠窗 那么这个两人的病情呢 都非常的严重 不允许他们做任何的这个事情 那么环境呢 我们看到呢 根据作者的介绍 病房非常的狭小 然后只有一扇门和 这个一个窗户罢了 这个就是小说的开端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故事的第四段和第五段呢 是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 那么他又写了些什么呢 谁可以来讲一讲 来 病人同学 我来答 发展一 靠窗的病人开始述说着外面的美景 并且描述外面有个公园还有个湖 而同伴也听得非常的享受 是的 非常好 这个根据故事的发展第四段到第五段呢 就是讲靠窗的病人为他的同伴描述了这个窗外 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美景 而他的这个同伴呢 听得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这个是第四段到第五段 那么第六到第七段呢 他又写了些什么呢 谁来讲一讲 好 来 雨萱 一天下午 不靠窗病人产生了肚脊心 他因为这个肚脊心 他白天未知困扰 晚上测验难眠 所以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 是的 非常好 就是这样 根据这个故事的第六到第七段呢 就是讲说不靠窗的病人 因为想要得到那个靠窗的这个位置呢 产生了妒忌的心理啊 然后让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个故事呢 在第八到第十二段呢 就是高潮的部分 他写了些什么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谁来讲一讲 老师 我来 好 来 一天晚上 他的同伴病情突然加重了 但他却吻丝不动地看着 因为他嫉妒他的同伴 直到最后 同伴呼吸停止了 他也仍然不理会 到了第二天早晨 当医护人员发现时 那个病人早已厌弃了 是的 非常好 就是这个故事的高潮部分呢 就讲说靠窗的病人呢 生命发生危险的时候 可是他的同伴竟然能够见死不救 这个就是 然后来到故事的结局 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第十三段到第十五段 我们请燕泉来讲一讲 好不好 好 因为这个故事的情节推进得很快 两个人只能够一直不断地聊天 里头他有讲到说 不准他们听这个收音机 看电视 甚至看报纸 全部不能 就是24小时就是日日夜夜地躺着 我们就能够想象 我们正常人 如果一个人让他24小时躺着 什么心理呢 寂寞啊 对啊 现在这个靠窗的病人 然后就不断地描述 那么我就心想了 我能不能够也 也去靠窗看一看 用我自己的双眼 对啊 其实这很对应我们现在 疫情当下 如果我们一直关在家里头 我们十分渴望去旅行啊 出外喝喝茶啊 见见朋友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个人 比较有这么好一点的机会 在靠窗的部分 可能也跟人家可以聊聊天 或者说可以看更多的美景 虽然说他也跟他的病友 来分享这些故事 但是这个病友没有办法 亲身去感觉 所以他久了 他心里就不平衡 对 可是后来竟然 在这个 他的这个靠窗的病友去世之后 他也有机会靠窗了 他看到的是光秃秃的墙 是的 那其实是意味着什么呢 之前的病友在骗他吗 的确是 他故意捏造的 故意编造了一个 我们说美丽的谎言吧 等一下呢 我们就在深究的部分呢 会让同学仔细地去思考 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子写呢 他写了一个对比是吧 对 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 让我们读者看到 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人性 这个人品 可是我们也想问一问同学 为什么他就是可以做到见死不救 他本来可以怎么救他呢 不知道哪一个同学可以回答 就不靠窗的那位病友 他本来听到就是靠窗那位病友 咳嗽 不舒服 他本来可以怎么救他 有哪位同学 有哪位同学 你说 他原本可以按下电铃召唤护士 可是他没做他干吗 他丝毫不动 就是他躺在那边不动 那个电铃就在他旁边 对 是的 所以就是他等于是眼睁睁地 看着跟他同房的病友去世 到天亮才有人进来 对 完全不理会 那我们能不能再问问同学 到隔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的 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 就靠窗的病友去世 好 来 问过后隔天怎么了 恩欣 到了第二天早晨 当医护士员发现时 那个病人就咽气了 然后这位靠窗的 这个不靠窗的病人 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他不内疚吗 他有血吗 这一点 好像没有 没有血 但是他就 后来他怎么跟院方要求说 让他去靠窗 有吗 他有跟院方要求 是 好 那我 他是 是 你说 他是过了几天过后 才跟院方要求要换床位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也是 为什么要过几天呢 他都这么想靠窗 因为这样 就不会让别人觉得他是虎视眈眈 这个床位很久 这个心里好像有一个黑洞 是 很有心机的一个人 是的 那老师你怎么看这篇小说 写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老师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说 这可能就是人 就是有这样的人吧 我们看到这个靠窗的人 不断为他描绘这个外面的这个情景 而他享受的当儿 可是又有了别的心理 心理变化 还有别的心思 对 然后就可能就被地里头去做事情了 然后自己去想了 然后我们就讲现实社会里头 也的确是有这样的人 所以作者写了这两个人物 让我们看到了 然后所以最后我们会深思吧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成为怎样的人 就是让人 一个结尾就是让我们回味无穷的 或者是很耐人寻味的 就是说你虽然读完了 然后你就不断地在思考 是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我们的社会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怎么办 是 所以来到这里 一般老师会引导同学 做一些小结论对吧 有一个小结 对 那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小结 是的 就是说来到这边 我们先做一个小结 就是说整个故事 就是通过这个靠窗的病人 然后为他的这个病友 捏造了 或者是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 就是这个外头 外头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一个世界 非常的漂亮 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就是因为刚才讲了 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狭小的 很苦闷 然后他想要娱乐 或者是为同伴解闷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 他其实心地是非常善良的 他因为两个都是病重的病人 然后是不是坐在那边 或者躺在那边 就是等死吧 了无声趣的等日子过 对啊 所以他选择了分享乐趣 甚至捏造乐趣 对 想要鼓励他 你活下去 外面世界很好 我们就要活着 走出这个病房 就是想要鼓励他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为人 高洁的部分 对 很善良的那一面 这个是靠窗的病人 而不靠窗的病人 他在享受的当儿 可是却起了这个私心 然后所以最后 这个病友发病的时候 他可以见死不救 然后最后 他也成功地得到了 他想要占据的那个床位 可是事实呢 他也看到了 就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什么也没有 窗外根本没有湖水 没有 没有美景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人在踢球 没有 就是一堵光秃秃的墙 是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看到说 他的很自私的一个人 很冷酷吧 你可以见死不救 非常无情的一个人 所以坐着呢 就是通过这个对比的手法 他的对比 让我们看到 两个完全不同的 这个形象的这个人 所以从中呢 我们看到 作者的态度 就是要表扬 善良的人 应该是称赞的 而这样自私冷酷无情的 就是要批判 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 这样善良的 为人着想的人 多一些 那老师 其实这位作家 他全文这个短篇小说 总共有几个字 大概只有一千出 千恶左右吧 上下 一千出 一千两百个字 他可以把人性的善和恶的一面 对 写出来 而且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对 这个深刻的刻画 如果没有很强的那个写作技巧 对 简直是带不出来的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 就是同学们在看了这篇小说之后 一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像我听老师这样讲解之后 听同学的讲解之后 我有一个震撼 像看了一篇惊悚小说 那可是如果回到考场上 我们要开始作答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很精确到位地 把这些 在很短的文字里头 描述出来的情节 把它给写出来 帮自己来取分呢 这个稍微来呢 我们就请老师来跟我们 就分享一下 怎么样很厉害的取分 不要走开 先休息一下 今天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我可以有这么棒的机会来 来鉴赏 来聆听老师跟同学们 跟我们讲的这篇故事 这个小说名字叫做 《窗》是澳洲的女作家 泰格特所写的 在短短的1200多字里头 写出人性的光明和黑暗的一面 那接下来我们请老师 季老师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那情节的堆叠当中 它是怎么样去呈现和刻画 人性的光和暗的一面 是的 好的 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个 初步理解整篇的小说内容之后 紧接着我就要跟大家分析 这个考题会怎么出 然后我们怎么去细读里头的 这一个情节了 那么老师要先请同学注意 这个黄色强调的那一个部分 你看他有写说 这个他们的病情都非常的严重 然后病房十分的狭小 然后只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 两位病人不得不日夜地躺在床上 然后不允许他做任何的事情来消遣 那么我就要问你了 你认为他们的生活是过得怎么样的呢 同学哪一位来可以答一答 来 黄磊同学 没听到 黄磊同学 好像你的麦克风没开声音是吗 没听见你的声音 来 有吗 好像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一直听不到黄磊的声音 好 再试试 听到吗 听到了 听到吗 是 听到 听到吗 听到 你说 他们的生活过得很无聊 很无聊 是的 非常好 就是他们的生活很苦闷 很无聊 好 然后紧接着老师 再教你看一下那个青色的强调的部分 你们看 他说两人经常谈天 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那么他谈各自的家庭 各自的生活 然后那个靠窗的病友 还为他同伴描述他所见窗外的一切 那么我就要问你了 你认为他们的关系 他们相处得怎么样 来 黄磊 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友好 是的 关系非常融洽 对吗 我们看到 他们就是在聊天 所以关系是很友好的 那么根据这样子 我就可以设这个问题来问你了 我就可以问 根据文章的第二段 两位病人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他们的关系如何 所以你在理解的基础上 你能够理解了 然后你分析 然后你的答案 像黄磊刚才所讲的这些答案 你把它写出来 你就可以得分了 是 老师我发现刚才黄磊在回答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电视的关系吧 黄磊回答得比较简单直接 通常只是一个形容词 那老师会鼓励同学们在作答的时候 多写几个形容词吗 比如说不只是讲友好 很写融洽 也可以同时取分 甚至取更多分 是这样吗 都可以 就是说你看到的 你就把它写下来吧 假设说一般上我会鼓励同学说 假设你觉得这个是最肯定的 你就先写第一个 然后另外次要的 你觉得也是答案 你也写吧 那像黄磊刚才写的 第一个他觉得他们生活过得很无聊 他可以写在第一个 那如果他时间允许的话 他可能还可以写 非常的单调 无趣 苦闷 寂寞之类的 他的意识相近都可以的 是的 好 再来那还有什么可能的提醒呢 老师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这样的提醒就是理解 要求同学理解故事的情节了 那么紧接着我们再看第四段 文章的第四段 你看这个青色的强调的部分 我们看到公园里头有这个湖水 这个湖面上有野鸭 有这个天儿 有这个孩子们 然后还有年轻的这个情侣 还有盛开的这个花朵 你看球场上还有人在比赛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商店闹市区 你看明明我们就知道 其实结尾窗外就是一堵光秃秃的墙 那么这个靠床的病人 却把它描绘出非常漂亮 五彩缤纷的一个世界 那么我就要问你了 他为什么这样子做 他为什么把窗外一堵光秃秃的墙 描绘成一幅生气勃勃的景象呢 不知道哪一位同学可以回答呢 好 来 凯恩 因为对于忠贞病人来说 自由和快乐是他们没有的 是他们所向往的 所以靠床的病人想要带给 想要帮助不靠床的病人 揽起生活的希望和乐趣 非常好 回答得非常地到位 就是这样子 他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他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是美好的 然后可以继续地努力地活下去 赶快好起来 对 就是鼓励他 鼓励他要坚强起来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这个是一种提醒 那么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你了 我也可以问 文章这样写 其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是从作者安排情节 作者这样安排这样的情节 它有什么意图呢 它有什么目的呢 有什么作用呢 按照这种提醒呢 我就要提醒同学了 你可以从两方面去思考 一种是从结构方面 这个作者这样子安排呢 他是不是要为这个接下来的情节做铺牌 还是说他要埋伏笔 还是说他要推动紧接着的这个情节 怎么走 还是说他要设置这个悬念 吸引读者继续地往下读 甚至是他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线索 贯穿整篇文章 这个是从结构方面来看 那么从内容方面来看呢 他是不是要凸显一个人物的性格 在塑造人物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形象是怎么样的 然后或者是呢 他要表现他的主题事项 这个是从这个作者的角度 他在写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往这两方面去思考 那么按照这个提醒 那么同学们你会怎么想呢 我们请谁来回答一下 这题好像有点难 哪位同学 是的 这个就是高思维的题目了 我认为文章这样写的作用是为了凸显 靠窗病人的为人 他和他对同伴的无私 是 这个恩欣同学呢 他是从内容方面去做的 去思考 就是说作者这样子写呢 他就是要突出这个靠窗病人 他的这个为人 就是善良的 这个有美好的这个心灵的 除了从内容方面 那么从结构上呢 我们请恩欣读一读好吗 好的 老师 从结构方面来看呢 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是不靠窗病人没机会看到窗外美景 而产生嫉妒的心理 是的 或者是 又或是 为接下来不靠窗病人 想得到靠窗闯位 而对病友 并未实践死不救的情节 买下伏笔 是的 再来 又或是 为下文窗外只是一堵光秃秃的墙 形成强烈对比 使人出乎意料之外 是的 这个是从结构方面 那么我就要提醒同学了 同学呢 不能够只是背诵 不是背诵 就是背下这个 这个什么 关键的字眼 或者是一些名相词吧 比如说老师教你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埋伏笔 你就紧紧回导我 为了埋下伏笔 所以你必须 还是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 他怎样埋伏笔 他是不是紧接着 他就是一直虎视眈眈的 那个床位了 所以当病友病危的时候 他见死不救 为这个情节埋下伏笔 所以你需要稍微解释一下 不能只是紧紧写埋下伏笔 或者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这个就不行了 那如果同学只是紧紧写埋下伏笔 他在得分方面 他会得比较少分 是这样吗 他还是会得分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就要看 批改的试军官 对 看情况而定 如果是说 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写 他其实只是被 没有意义 对 背了 他不能够理解 是 没消化 没消化 所以你说能够给分吗 可能很少分或一两分 对 那在整体取分的时候 就无法拿到一个高分的答案 所以这个同学就是 平时在做练习的时候 你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 你不是背诵了 背了之后 就说你把你背的全部写下来 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 你一定要理解 理解之后去分析它 对 把你的观察写进去 是的 那就高思维的一个训练 对 这些就是高思维的 是的 好 我们往下看 好的 第五段的时候 请同学们看一下 黄色的这一个强调的部分 他就写了 躺着的病人 晶晶有味地听着这一切 每个时刻的每一分钟 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紧接着他就写了 为什么 为什么是他有幸观赏到 这个窗外的一切 为什么自己不该占有 这个得到这样的机会呢 为什么不是我呢 我们看到这个不靠窗的病人 他心里起了变化了 对吗 你们看到他起了什么变化 之前不是很享受吗 你看到他心里有什么变化呢 谁能够讲一讲 老师 我来 好 来 雨萱 因为他产生了妒忌心 对 非常好 我们看到了 他产生了这个妒忌的心理 请问作者有告诉我们 他产生妒忌心吗 有吗 没有 对吗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 这个就是一种写作的手法 他如何去刻画这个人物 所以我就要讲一讲了 这个刻画人物的方法 一般上在小说里头 可以是外貌的描写 或者是语言 通过语言 或者是那个动作 那个人物的动作 或者是他的心里描写 那么我就要问你了 根据这个情节 作者用了什么的 这个写作手法 去刻画这个人物形象呢 雨萱可以吗 她用了心里描写 对 非常的好 就是她用了心里的描写 好 我们再往下看好吗 好 然后再来我们看 这个是刚才的 就是说 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 对她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她既然获得了享受 为何后来病情却加重了呢 就是按照刚才的那个思路 她为什么会病情加重呢 谁愿意尝试一下 好 来 雨萱 我来 好 因为她产生了妒忌心 她心想凭什么偏视另一位病人 能够有心观赏到窗外的一切 所以嫉妒与自私的心理 导致她白天为之困扰 晚上彻夜难眠 因此病情一天天加重了 非常好 回答得非常到位 就是说她妒忌靠窗的这一个病人 埋怨自己 刚才我们不是看到她一直产生了那个妒忌的心吗 她埋怨自己 为什么我没有机会 为什么机会是她的 不是我的 这样的怨恨的心理 妒忌的心理 不断地困扰着她 然后最后她就彻夜难眠了 没有好好地静养 之前在第一段到第三段 她就已经介绍了 他们两个都是病重的病人 都需要静养 可是现在却因为妒忌的心理 没有办法得到静养 所以最后病情就越来越加重 她的心理是翻江倒海的思绪 每天困扰着她 所以她睡不好 反正她从一开始 本来是很开心地在享受 一些故事 窗外的美景的描述 到后来她这种记恨心 让她没有办法 好好地安静下来 所以这个心理的描述 实在是很精彩 很厉害 因为这可能就发生 在我们周遭的人的身上 甚至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 自己也经历过 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变化 可是不止有心理的描述 还有一些动作上的描述 在这篇小说里头 也写得很细致的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 一一来分享 不要走开 休息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来看看 泰格特这位女作家 在动作的描写上 有什么独到之处 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 紧接着我们看 这一个就是文章的高潮的部分 这个靠窗的病人 他有一天晚上突发的病危了 那么不靠窗的病人 他却我们看到 这个黄色的强调的部分 我们看到他纹丝不动 然后最后 这个靠窗的病人 甚至呼吸已经停止了 可是他仍然地 仍然地继续盯着这个天花板 纹丝不动 那么我就要问你了 你看到这样的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 哪位同学可以 是 谁可以讲一讲 他是一个无情的人 无情的人 OK 那么作者有告诉我们 无情两个字吗 没有 没有 他通过 他通过怎样的描写 带出他的无情呢 动作描写 是的 非常好 从这边我们看到 他的动作就是 纹丝不动 一动也不动 即使有人生命 出现了这个危险 他还是不动 继续地盯着这个天花板 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 我就要问你了 这个上面发现的词语 这个纹丝不动 它有什么含义呢 来 冰允说一说 我认为纹丝不动的含义是 他对同伴十分地冷漠无情 在同伴病危时 他却视而不见 非常的好 的确是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他的妒忌心非常的重 一心只想要占有那个床位 所以当病友病发的时候 他见死不救 他这样子写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心胸 非常非常的狭窄 很自私 很冷酷 很无情的人 我们看到他丑陋的心灵 所以从这边 我们看到这个作者 他是通过这个动作 然后让我们看到 一个人的这个形象 他一字都没有写他 冷漠无情 什么都没有写 就是通过动作 来带出他的这个形象 好 紧接着我们再看这个部分 他说烧过几天 似乎这时开口已经震荡得体了 那么我就要问你了 这一个 他不是基于这个床位很久了吗 为什么要烧过几天 才占有这个床位呢 谁能说一说 来 彦权 可能 因为他这样能避免 避免他人怀疑 他早已经对自己 从他的床位虎视干干 是的 非常好 就是他不让人家起疑 他这样不良的居心 这样不良的居心 不让人家怀疑他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答案了 那么这个是最后的部分 就说他看到的就是一堵光秃秃的墙 好 这个我就要问你了 作者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结局呢 他有什么目的呢 好 来 凯恩 我认为作者安排这样的结尾的目的 是为了体现两位病人之间 截然不同的心态 使善恶眉丑 使善恶眉丑的对比鲜明突出 是的 非常好 回答得非常到位 就是说他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从而突出这个人物的形象 作者就是要讽刺 要批判这些自私冷酷无情的人 而反衬出这个无私的人 这个靠窗的这个病人 他的心胸是很宽阔的 是很善良 为人着想的一个人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结尾 让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 这个人物形象 那么我们也看到 最后其实让我们很震撼 对吗 所以这样的结尾 就是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 然后出乎意料的当而 也耐人寻味 让我们不断地去思考 就是说他让你 就是有思考的空间 即便是这一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甚至他是不是要反映 这个文章的主题 然后引人深思 这个就是作者的 安排这样结局 这样的结尾 这个是结局的部分 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子问你 我们理解了整篇的内容 那么我就要你评价了 这两位病人的为人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可不可以说出你的理由呢 这题也很深 对 这个就是高思维的 你就说必须要理解才能够回答 如果你不理解 没有 没得让你抄的 谁来尝试回答一下 好 来 黄磊同学 靠川的病人 他是个积极乐观的人 因为他明知自己 每天看着一面光秃秃的墙 但他还天天向他的病友说着 外面的风景是多么的美丽 多么的美好 是的 他是很积极的 很乐观的 然后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就是为别人着想的 然后明知道是光秃秃的墙 他为了鼓励他的病友 还是很努力的 每天两个小时不容易 要一直不断地捏造这个谎言 所以再来就是靠川的病人 他自己也要静养 可是他却不断地为他编造这个美景 可见他是一直为别人着想的 那么对于这个不靠川的人 他都为人又怎么样 来 秉颖同学 我认为不靠川的病人 是位自私和冷酷无情的人 在他朋友病危时 他却选择见死不救 最后朋友也在他的眼皮底下死去了 是的 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很自私 很无情 很冷酷 没人性我们讲说 就是说这个看到别人要死了 可是他能够做到见死不救 可见他的冷酷无情 我们也看到他因为妒忌心强 所以让他的病情不断地严重 所以这个就是也看到他 妒忌心强的这一个人了 那么同学基本上就已经能够 掌握了这个故事的情节 也能够分析这个人物的形象 那么我在这边先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整篇小说就通过这个窗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 人性的美和丑的一面 也看到了他善和恶的一面 所以我们说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然后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带着一颗 很善良的心 很真诚的心来看这个世界 让我们学会去关心别人 就是说处处为别人着想 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一些 因为在这个小说里头 它有两个人物的榜样形象 你可以学做怎么样的人 或者说你可以想出第三个方法 如果你也想享受外头美好的风景 不如你就设法想出第三种方法 让我也可以爬起床来 也看看窗外的风景 那你就不会做错事 那你也不会留下一些 自责悔恨的心情 所以今天这篇故事 这个小说真的是通过很简单 简短的白话的文字 把人性的那种不同层次的心理变化 给表现出来 我们非常感谢季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篇这么好的文章 也希望说今天参与的同学都有收获 当然更希望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陪着我们上了这一堂课之后 也能够收获良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季老师 谢谢另一位同学 我们再见了 拜拜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希望说下一堂课 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文章 我们下一堂课见 拜拜 KPM 哈啰 我是Kinky 是凯恩的母亲 今年凯恩就要面临SPM的考试了 从去年到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他都是一直在家里居家学习和上网课的 我希望在今年的考试呢 他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尽他自己的能力去考他想要的成绩 如果他满意呢 我们其实也是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的 我 梁丽梅 是学生严并的家长 希望你能够在2021年 SPM考试树林 不应疫情的影响 再加上网课 依然能够考起理想组织成绩